那我們今天宣佈就是有一例 新增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從日本入境 那1月29日出現咳嗽流鼻水及腹泻的狀態 有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那於今日確診 那我們今天宣佈就是有一例 新增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從日本入境 那編號是913 是本國籍30多歲的男性 那在1月至日本工作 那在工作地有COVID-19的確診者 個案於12月25日自行至當地的醫院採檢後確診 住院隔離 12月9日第二次採檢陰性後 那於今年1月1日解除隔離出院 並於1月2日至6日間自行 採檢共5次 結果都為陰性 那所以個案於1月9日返台 那入境時主動告知 曾經在日本確診 在機場及集中檢疫所共採檢兩次 結果也都陰性 那1月11日前往防疫旅館繼續完成居家檢疫 那個案於1月24日 檢疫期滿次 另一家旅館自主健康管理 那1月29日出現咳嗽流鼻水及腹泻的狀態 那有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那於今日確診 那於掌握接觸者1人 那因為有適當防護 所以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你解決老師 在討論你在討論 館時代 請問時代 就是財政公司 那位同性 您應該希望 為你得經歷